又找一下股壇神算子 查一下和我们预计一下香港楼市 很多人都有兴趣 究竟香港楼市的命运 会不会像大行所言的几十个百分比呢 大行经常搬笼门的 没所谓的 以你的笼门的角度来看 今年的楼市会如何 今年和去年我所预计的有点相似 去年有些人有些唱好唱得很厉害 说楼市继续升 但是我也是今年之挂和去年有些相似的 就是地雷幅化山雷二 那挂是说什么呢 就是第一第二季 就是说春季和夏季 楼市不是跌得很厉害 都还在开放着 就是说有成交 或者有人肯开发商发展商推出盘出来 减少少价也有市场去承托 但是立了抽之后 就开始调整得比较急 但是今年的调整幅度 又不是说很多 我估计又不会很多 虽然有些行创很淡 就是几成的那些 我看大约都是在说一个单位数 就是在10%左右 可能大家有楼的人士不需要那么担心 没有楼的那些 没有楼的那些 当然想跌多一点 就是啊 但是我想问 如果在地区上来说 有没有哪些可能楼价的跌势又会深一点呢 或者跌势会少一点呢 少一点的那些很容易找的 一定是南区的楼跌得少一点的 因为有钱人在那里都不用害怕 又不用碍得多 是 那北区那些会不会惨一点呢 譬如重灾区 元朗那些都挺多 是啊 现在的开发商都在砍价 这个呢 就跟数据没有关系 是跟人的承受能力有关系 是 那圆河的角度上面 有没有地区上面可能会更惨淡一点 如果你说 如果在圆河上 就是反迷和我刚才所说的 有些矛盾的 因为西北是好的 今年九指星道 但是西北就是元朗那些东西 是啊 就是啊 这么多货在这里一定会被砍出来的 是 所以有时候你要看回 就是当地的实际环境 是 那你要我说的 我经常都说的 最好的房子一定是在南区的 是啊 那我就想问一下 如果是 就是如果是 地区上面就难分一些 但是可能 譬如说农床盘啊 或者是豪宅啊 或者是可能 中小 中价楼那些 会不会那些 跌势又会明显一些呢 有没有说部分 这个问题问得好 因为今年之挂里面 那个火旺 那个立春八字 那个火都旺 火是代表漂亮的 就是说这些盘越漂亮 当然就是说高价楼 是 那些豪宅其实落得挺漂亮的 不会说弄得很深的出来的 反而你的农床盘呢 就是相对来说 漂亮之后 里面那些就是差的 是 是 你又小 又一步踩到去骑楼 就像我们 爸爸已经说 一步踩到那张床 也被人笑了 现在一步踩到去骑楼 那些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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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有个开发商 刚刚在过年前 自己的牌也停了 那就是农床盘 是啊 所以那些就要小心一点 那你未买也没什么事 未买应该是没问题的 是 就是你就不应该买 因为将来买出去 我相信承接力也会弱的 师傅说如果我买了一层楼 就是 那么好处有这个抚杠 是的 那这样 那怎么去装修 又会可能会 就是令到自己那间屋的 升职的速度 又会快一点 问得好这种问题 先找我看风水先 是啊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好 如果你没有呢 就可以参考以下我所说的 是啊 怎么样 第一呢 今年三刹在西位 是 那如果你到大门 真的向正西边 或者西边 其实今年呢 你就算买了楼 就是那么好处你爸爸那么努力 是 买了一层楼给你的 你都不能处装 是 因为三刹冻土 就很麻烦的 就是今年不可以装修住 是 买了可能要清水楼一年 是啊 就是总之你不要装修住 那如果你说 真的要装修呢 就是可能要趕住入火 那有很多 会不会有些化解的方法 有很复杂的化解方法 那不可以在这三年两月说 是啊 就是你真的要住的 你就打个电话给他 然后去找我 是啊 我明白 如果旺财上面又如何可以 就是一间屋上面 可能是装修上面 摆车上面 是 又令大家开心一点 就是发达一点 因为今年比较难搞的 就是白白财星在中宫 是 中宫呢 我们叫入囚 入囚的意思就是 坐牢 是啊 是啊 是的 那你救回一颗财星出来 你可以有很多方法 就是中间的位置要动多些 那旧时呢 新立城 你们这些年轻人不知道 不知道的 新立城是一间很大的电影公司 它的公司里面就是 就是财星入囚员局 它就用一个大的银柱 是 来救回 但是现在我们很难 如果你没有呢 你就在中间 你家的正中间的位置 要动多些 是 动多些 去救回一颗财星 好啊 那说完财星 又说了桃花星 是啊 很多人都想知道 有没有说哪个桃花 就是新肖的桃花 会更旺一些 因为今年 一百桃花星呢 是西方的 一百是属水的 那你可以用一些 就是你在西面的地方 你家里 如果你西面 刚刚是骑楼的 你可以放一些金属的东西 去动旺去 是 那那个曹花星 就会旺去的 那如果是 譬如说 喜庆市的 就是在九指 就是在西北位 那这个位呢 九指黑金 有些问题的 譬如说 你家里的 如果有个年纪 比较大的男人 是 随时有些 不正常桃花 如果你动了 就是要小心啊 这个 如果那个是爸爸 就没所谓了 是老公就大问题了 是啊 但是如果是健康上面 真是静静静静静 健康上面 这个真是 真的 那怎么可以令到 就是 放些什么 会令到自己的身体 会 至少没有那么多 那些小的毛病 如果你今年的西南位 就刚刚是你的 比如说你的床头 有些方法可以化解一下 第一 你就用多些 就是不要再用一些 粉红色 红色 大红大绿的一些 床铺 你要用一些奶白色 或者浅灰色的 那这个呢 就化上五黄纱 另外呢 你可以放些金属圆形的球体的东西 就放在你的床头那边 或者是旁边那边 另外呢 就千万不要愚愚愚 就把你的照片 或者整个家人的照片 就放在西南位 哦 就叫做 把你整个家人放在五黄位 那便很容易有人弄傷了 好了 那记住了 师傅都给了提示大家了 赶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